头一天见面 第一句话的时候 他就叫我 真不容易啊 把佛法的秘密告诉我了 我们才晓得 从初发心到如来的 就是这个 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什么时候 你通通放静了 你放下也没有了 也放下了 恭喜你 你就成佛了 你就回归长济光了 佛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才晓得 这个世界都是念头 念头在造成的 极其威胁的念头 集聚起来才成就的 所以像不是真的 是幻像 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 现在看电视 用数码 比那个电影的速度 就更快了 所以你看得更逼真 你晓得 整个宇宙现象 就跟这个很相似 你不能说它是假的 你也不能说它是真的 你要说它是真的 它念念不存在 前念不是后念 所以这种像呢 我们在讲经书 常常用说 相似相续像 它前面的像 跟后面像 它绝对不一样 但是很洁净 很像相似 不完全相同 张张都不一样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控制完全在一念 你念头越亲近 那换一句话说 它的变化 就是一张一张的 这个幻灯片的变化了 变化的幅度很小 如果你心很浮躁的时候 那个烦恼吸气很重 它这个变化就很大 很大 比如说我们人的 衰老的就快 很慢呢 那我们衰老的就很慢 那道理就在此 那都有道理的 所以佛法 你也了解之后 回头看中国中 一尊了不起 这有道理 佛经里面讲 透彻 所以我们可以控制我们 让我们怎样 不会生病 完全从心态上控制 心量要大 一定要有慈悲性 决定不能有怨恨 你看怨恨脑怒烦 那都是得病的缘 因是贪嗔痴慢疑 贪嗔痴慢疑是病因 怨恨脑怒烦是病缘 因缘一几乎 我们的细胞就产生病毒了 就变成病毒了 那你懂得这个道理呢 哪个地方有病呢 你就把心底放清净 你去想正面 我们学这个经 学大臣 我是提了这个菩提心的 说个字 你想真诚 清净平等 正就慈悲 像这个 那个病毒的细胞 就会恢复正常 它是服从你的意念 别人要是说什么 给你做好事送经回向 也有一点好处 不多 不大 自己念头一转 那个力量才大了 别人加持你 不是没有用 有用 也有一点用 效果 没有那么直接 念头真要一喘 浑心向善 那就转得很快 我们懂这个道理 叫患灭灭 不 非患不灭 非患 使决心 所以它是正常 只要把虚妄 东西去掉 正常就恢复了 本来是正常 本来是健康 像李老师告诉我 人的寿命 本来是可以 能够活二三百岁的 活二三百岁 是一点都不稀奇的 最重要的 你的心态要正常 你不要有杂念 不要有烦恼 别人 在这个社会里面 所谓是 不如一四 长八九 都是有原因的 这个人毁谤我 我就受了 不要放在心上 感谢他 为什么感谢他呢 等于说他来考验 我的功夫 看看我能不能忍 我能忍通过了 我这一关通过了 不放在心上 感谢他 他伤害我 羞辱我 这都是这考验 这是负面的考验 还有正面的 正面带给你欢乐 如果你在正面的 就顺境 这个 善缘 在这个状况下 一切 一切都是 很顺利的 你要起贪恋 生欢喜心 也错了 为什么 气情无欲 是烦恼 圣经里面 没有贪恋 逆境里头 没有怨恨 永远保持 心底的 亲近平等 这才叫 幻灭 灭 了解 真相 是看破 了解真相 凡所有相 见识虚亡 金刚经上所说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淫 什么叫有违法 有生有灭 你看 哪一法 没生灭 东吴 有生老病死 植物 有生住一灭 旷吴 山火大地 有沉住坏空 没有一样 不是有生灭 即使有生灭 你就晓得 这个现象从哪来的 就是刹那的现象 集聚 就是弥勒菩萨讲 一坛值 三十二一百千年 就那么起来的 念念都不可得 所以 这一切境界下 你可以享受 可以享受 你不能执着 你不能占有 你占有不到 你身体都不能占有 身体我也能占有 我年年十八多后 我永远不牢了 我就占有了 你占有不了 它刹那刹那在变化 所有现象都是幻化的 包括 佛经上讲的 祝福如来的 十报庄严图 十报庄严图 它的变化非常缓慢 所以我们在这个 念这个极乐世界 描绘极乐世界状况的时候 极乐世界人 长生不老 不病 没生病的 也不会衰老 极乐世界的花 永远不谢 什么原因 因为那个地方的居民 心里面的时候 没有分别制住 它为什么还有现象呢 因为它有起先动力 没有分别制住的时候 它的变化就变得非常非常缓慢 时间再长 它永远年轻 就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了 我们把烦恼吸气 通通放下 我们在这个世界 那个衰老的速度 就缺缓了 就这么个道理 我一学佛 我感激老师 他就把这个传说给我了 叫我 看破放下 头一天见面 第一句话的时候 他就叫我 真不容易啊 把佛法的秘密告诉我了 我们才晓得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就是这个 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什么时候 你 你通通放净了 你放下也没有了 也放下了 恭喜你 你就成佛了 你就回归长级光了 洗洗没断 那就是十包装烟土 就是刚才跟你说的 那个土里头永恒不灭的 花永远是新鲜的 他不会凋谢的 人永远是年轻的 没衰老的 他真有道理在 这些道理我们都可以用 用的时候 他真有效 老师 他修行真有功夫 那不是假的 我的这个老师 给注意说 是四大喇嘛之一 这四个人 两个在西藏 达赖班禅 两个在蒙古 张家是内蒙的 这部曾丹巴是外蒙的 他们这四个人 都是宗嘎巴大师的学生 宗嘎巴四大弟子 住在这个四方教法众生 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一个 我们年轻的 对佛法是没接触过 所以我曾经很冒昧的向他请教 我们称到佛爷了 我说佛爷 听说 你们这个转世 转世 霍佛转世 这真的是假的 我们问到这个问题 我这个老师真好 他对我们都讲真话 一点不欺骗 他告诉我 前三世 可能是真的 以后就不是了 他是第十六世了 以后就不是真的了 但是 这个灵童被找出来 被选定出来之后 他受到最好的教育 是当代最有德行 最有学问的老师来教他 这是一般人遇不到的 他要真正肯学的时候 他的造诣都相当深 这是难得 就跟从前的皇子一样 那他受的教育是别人受不到的 你说从前帝王时代 家庭家 帝王登基 也就是就职典礼 第一桩大师就立太子 就是培养下一代 太子立了之后 那是国家神 国家神 最优秀的 德行学问这样的人 请几个做太子的老师 太子真正认真地学习 下面一个朝代好啊 这些文无博观的子弟 做陪赌 那就是底下一个小朝廷 就培养起来了 真用心啊 这个前一代 对后一代 正负责任 所以中国跟外国不一样啊 外国那些 那些真叫专制 中国不是啊 你仔细去对 都中国的意思 中国历代帝王很负责任 他不负责任就被人推翻了 所以每一个朝代末代的皇帝 那什么呢 不遵守祖宗教会 把家贵全破坏了 那就有人去而代之 如果他真正尊照 他祖宗所传下的这个家法了 能够依教奉行的话 他世世代代传下去 阿 祢 陶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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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